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后来我觉得也非常好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新闻报道 网络太快了 很多事 确实你看我们要有个机会慢慢拍 你看一看 会好很多 比如说对于李双江的儿子 李天忆 我跟你说 我现在觉得 我们一开口就犯法了 所以说中国人民要不犯法 也很难 严格说来 有人讲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58条还是第59条 我闹不清 里边明文规定 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 无论是公安机关 还是媒体 均不得说这个人的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 不得说他的名字 不得出他的影像 可是问题是 现在就是因为 其中一个争论焦点就在于 他到底有没有成年 有人就说他已经成年了 再说已经引了名字 他名字不已经改了吗 你用的是旧名吗 所以已经不是现在 不算说这个新名字 高高高 居老师 这会给我们找折 所以我说 在咱们这个社会 还是个粗糙的社会 你就知道在中国 真正的要做到 神经制的依法办事 那是非常难的 对吗 也就是犯就犯了法了 没关系 或者也这样子 就不要再叫他名字 李叉叉呢 就算了 他确实也是 涉嫌了叉叉的这个罪行 这几天我们都观察了许久 你们的观察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观察不出什么事 因为那些争论 坦白讲都很含混 而且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每天都有新消息 每天这个消息 有些被证实 有些被证伪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 很紧贴的这件事 要做评论的话 说不定天天都犯错 你比如说 好像是昨天吧 还今天上午 还说不是说什么和解 什么一大堆的 这些事后来都说是假消息 辟谣了 有谣言 说这个受害的这个涉嫌 也是涉嫌受害的这个女方 是吧 说给办了个北京户口 就说我撤诉了 警方说这是无耻的谣言 徐老师还有什么谣言 不可能和解 第一是观不够大 所以不可能和解 第二是 这件事情名分太大了 大家关注度太高了 从维稳的角度出发 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和解 但从法律来讲也不可能 你这个话听起来 我觉得有一种反着的法律面前 不仍仍平等 对 这个事情是肯定是的 在中国什么事情 一被抓典型了以后 就不平等了 凡是被抓典型了 引起公众关注了 法院的判 还有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肯定比平常一个没有受关注的 是要更受关注 就这么简单 但是事情要追根到原因 原因是什么 你看那个假消息很值得 你可以看出人们的心理 原因是为什么对于现在名人当官的 有钱人 这些人的小孩犯罪 大家那么 那么起劲 就是说在网络的游戏规则 对富人当官的那么的愤怒 基本跟水浒的情绪一样 大家都是看高压内那种情绪 原因就是在常 大家都觉得在常规情况下 这种事情是可能被和解掉的 是可能有很多关系会过得去的 很多人 这个从严格从法律上来讲 这都是揣测 群众的这种情绪可能也是不对的 但是群众普遍有这样的东西 不过 你看还拿户口出来换 你怎么来户口 你有什么权利给人家户口 你看这个假消息背后的 这个 以前这种事呢 就算说真的牵涉到一些权力的扭曲 一般也不可能是由一个被害者提出和解 因为按照法律是不可以的 通常是怎么做呢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是牵涉刑法 由这个公检单位来调查 来立案 来审讯 假如真要出猫腻 是出在这个部分 就是说 比如说警方调查 发现证据不足 不起诉了 或者说是什么 上了法庭了 又怎么样 这种事以前倒是 现在就是这个阶段 现在就是公安在调查阶段 检察院还没有提出起诉 法院也还没有受理 现在只是在公安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 最关键就是公安要确认 是不是属于轮件 如果说公安认为是属于轮件的话 你不管你哪一方都不能撤销 因为这个是国家权力起诉这个人的犯罪 但是 但是 他们说 律师说 如果在这个阶段 这个女的 这个女孩子啊 改口说她之前撒谎 这个事情是没有的 然后公安如果认同她这个说法 那就是说 轮件的事实不存在 无罪释放 而且女的有罪 你是诬告罪 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可能的 但在现实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这女的也不可能再有退路 不是 还是我刚才讲的 中国是国情名分 你现在这个事情要是这样拿回去 人家不相信你是猫腻 你说这个我倒觉得啊 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这个时候啊 做一个心理测试 我为什么 因为我这几天不一直都在观察吗 我疯了一样的在观察 所有人说的 我就看的就是 干什么那么奇迹 怎么 你很入眠 这件事 我是新闻工作者吗 你是新闻工作者 对 我想做一个有趣的心理测试啊 就是说 假如啊 咱们就是说 这个女孩子当然是值得 是让人同情的是受害者啊 这假如退一万个这个假如 我想啊 我们每个人可以对别人不诚实 但是你有一个机会啊 我给你提个问题 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对自己诚实 就所有的为观者 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新闻出来了 假如一万个假如啊 不是轮件 是通件 这个事很轻 没什么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心里会不会微觉失望 你知道吗 按说呢 如果说这个事是清 不是轮件 或者说这个情节很轻微 应该说呀 是对每一方都好的 对吗 这个女孩子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害 对吧 这个李双江的儿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罪 李双江的心情也会稍好一点 应该说 这件事如果假如是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很好的 对吗 可是呢 如果真的现在照我这个新闻出来 你反攻自问 这个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地方 微觉失望 如果有 那么我们又可以思考 是人心里的哪个部分 在发生这个作用 他不只是失望 他们而且就像刚才子东讲 他是愤怒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对 今天的社会 我们议论这么多事件 比如说过去几年来 这些网上公共事件 要关注的并不是那个事件本身 就是 而是大家讨论那些事件的时候的 某种的社会定型 某种定型下来的想法 现在这件事呢 大家定下来的想法就是 这无非又是个名人二代 官二代 富二代 靠着爸爸的权威绅士 或者家里的管教很糟糕 然后这个狗是杖人 然后跟着呢 就随便欺负人 怎么样 现在已经被定型成这么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 假如大家已经定型了个想法 这个偏见 这么 不要说偏见 这个预设的想法 这么固执的话 当出现任何事实 哪怕是铁一般的事实 跟它是相反的 大家都会愤怒 而且会反过来 觉得这事实都不可靠 所以这种愤怒 现在就会制约整个事情的调查 所以他现在就是 的确是这个涉嫌有罪 但是在此同时 他这一家子也成了一个靶子 对吧 你说这个靶子啊 在国内国外都不一样 很有意思 我们这叫兴二代 对吧 或者说呢 就他也算不算官呢 也算大小算一官 军官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啊 现在这个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中心了吗 外国媒体对中国网友关心什么 都很注意 说中国好家伙几十万 全国人都在聊这个事 他们就在报道 外国在报道 但是你知道外国在报道 李双枪外国 不知道怎么说 知名度没有 他们只知道小孩连续出事 叫李双枪 所以外国媒体呢 就不会说是中国著名歌手 因为歌手他们也不太知道 说是这么一个歌手 红星照去战斗 他们也不听 那么这是这个 他外国讲什么呢 将军的儿子 事实是 事实也是啊 所以这个这个 你看外国媒体一报道呢 感觉他又是涉及到 就是将军的后代 中国军队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又出来 因为李双江 他的歌 在中国人的一般心目里 代表的就是红歌 李双江 他不是文革前出名的那些老歌手 他不是郭兰英啊 胡松华他们 他的成名是在文革后期 就江青 那个文革后期 他最出名的歌 就是红星照我去战斗 就是闪闪的红星的插曲 那个是文革 就是七四七五年 那个时候 走到尾了 那个时候 一般的艺术家 是被打掉的 是不出来的 所以他出来的这个情况 很微妙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他一首歌 印象最深 叫祖国永远是春天 我记得我当时我还跟乡下的农 平下中农推荐这个歌 我说这个歌很好听 乡下人的感觉跟我不一样 他说要是永远是春天的话 卖稻子怎么涨呢 就是李双江后来 他又是军队的这个高干 所以他在中国人心目当中 绝不简单的像 比方像刘欢 像纳英 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是将军 他出来也总是军种 我再提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这能成立吗 就是说这个 对像李双江将军这样的孩子 他犯下这种事 比你不是说法律面前人平等吗 就他的孩子犯下这种事的概率 跟这个整个平均的犯这种罪的 这个平均率 是不是应该相吻合 我们从来不知道 问题是这个概率是国家机密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他的孩子是不是更加不应该 在道德上就更加不应该 其实没有什么更加不应该 其实就是一样 其实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一样 但是我刚才讲了 大家普遍怀疑 他们被逃过的机会大得多 因此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就大得多 尤其是他这个歌激励了一代人 所以今天这歌词变成爸爸造我去战斗 那你说 这个是对革命的一种信任走向失望 走向愤怒 骨子里是对革命的忠诚 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忠诚 理念上的忠诚 因此不容许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打倒文革 是不是打倒丑牢 这知识分子真能看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鲜活的黄山 徐老师 你讲 就回到你刚才说那个问题 也有一种可能 就你刚才说到 是不是这种官富二代的人 害这种犯这种事的比例就高于一般人呢 那子东你是说 他们不被抓的 或者后果比较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但是也因此反过来会助长了 他们犯这种罪的可能会更多 起码这是老百姓的想法 就因为任何的新闻事件 这个社会都是由故事构成的 就我们一般人怎么样了解这个世界 是用故事来了解 莫言得诺贝尔奖 对啊 就是靠说故事 像比如说这个事就很典型的 中国已经套用了 就是高牙内的故事 所有官富二代 从我爸是李刚开始以来 我们这十年就多了这么一种高牙内典型故事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纳入高牙内故事 高牙内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这些人 他可能犯了事 后果比较轻 甚至没后果 于是就变成一个动机 就觉得他可以反过来 为所欲为了 起码老百姓都这么觉得 所以现在他这种情况呢 就是老百姓的看法 大概就是觉得 他不止可能没后果 而且恰恰是因为他是官富二代 他觉得自己可能没后果 他特别有动机 或者有理由去去干这样的事 所以你看 这真是一个故事 我们一听一个事 不管你是不是正在调查 但是他需要有一个经典经典模式 但是你说的这个水浒传啊 这个也倒让我想起来 就上次咱们春节不还讲这四大名著啊 我就想中国的这个演绎小说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有个社会作用 叫劝诚 就是你看了之后啊 你应该背上出冷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 好多个人爱在电视上晒幸福 你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 或者说我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我现在真觉得就是 我们都在说李双江 哎呀 你小的孩子怎么教育的 或者是这样 但是我总觉得我不敢说这个话啊 你看生孩子是女人的本能 实际我觉得这个女人呢 完全不至天高地厚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什么话 这要是个有理性的人 如我啊 我觉得这个孩子太沉重了 你怎么知道他会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嫁了高官富豪就不省 不轻易省 不是 你这什么逻辑呢 对我可能说乱了 我的意思是说呀 我一点都不敢说李双江什么 因为若干年之后 我的孩子 你怎么敢肯定 就所以说 看了这个之后 应该是触燃心惊呢 就像咱们说的 看那个什么 一局长那个之后 你不是说嘲笑他呀 而是看看轮到我呀 你怎么有把握 你的孩子就能教育好 你就能得法 而且我认为现在就说 教育孩子什么科学 比如说他们现在讲 哎太纵容了 太溺爱了 那是就是说 从小就就要惩罚他 这就是有一点错就要严惩 那么请问 这现在说是 孩子有点错就严惩 这种教育方法是对的是吗 就孩子将来肯定不会犯罪 结果也有些孩子跳楼自杀嘛 是 不不 但是你不能 至少不能有意让他去犯法 因为我看那个 谁有意让他犯法 你听我说下去 我看他们材料 我不知道准不准啊 我只是一看人家的材料 说他十三四岁就开宝马了 就父母就买车给他了 这十三四岁不到合法驾驶年龄 这就犯法嘛 你父母这个时候还给他买车 就是他离家 那你不是 你想想看他出事的几率有多大 他这个问题 而且后来据说 劳教回来以后又换了一百多万的这种 这个豪车 还是未成年 他这个问题啊 是二进攻了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个大的问题 你都收拥教养一年了 这个回来 可是我跟你说 还一样 别说别人 你我知道有这样一些家庭 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要不说教育 咱也谁都不敢说对还是错 但是他有一个恶果是什么呀 如果他到了一定年龄了 没有用了 管不住了 父母都怕他 坑爹 你坑爹 这真的是 豪车把父亲的前程都撞掉 你知道加拿大那边就好多孩子 不是说父母溺爱他 是父母没辙了 送那省心 如果在在中国呀 整天打架 这父母整天跟人道歉的 整天上公安局啊 这情况 干脆把你送出去 确认到之后更坏了 对 我见过很多这种 这情况在北京又尤其严重 原因其中之一 我是一个下联想 我前不久去参观公王府 我才搞明白 原来这个北京这么多王府啊 它其实就是明代以前 就是封地嘛 就是你有公的人 就给你在外面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后来名义上的封地 清代的时候 为了维护这个中央集权统治啊 他不让你封在外面了 所有封你的地位啊 你闻到帮助你打江山 非常有功啊 你封啊 就在北京城里给你盖一个王府 地位很高 所以北京有几十个王府 名义上就等于以前讲的封建啊 给你那些城堡啊 但是他不给你 因为怕你将来搞割居啊什么 因此呢 北京就特别形成了一个王府文化 你想他有几十家 都是有功之成 他们的小孩住的 王府的规格是有严格规定的 你超越规格是要杀头的 那那些王府的小孩都得来往 他们日常都得形成一定的社会氛围 当然后来也没有王府了 后来的叫大院了 后来的叫别的东西了 今天叫豪宅 叫别墅了 但是那种父亲 就是不仅是富而且是贵的 这么一批孩子的活动的这种豪气 这种这种胆量 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这种行为规范 我怎么觉得就跟王府文化有点关系 我觉得还别跟人家古人攀比 我认为今天的人呢 还不如他那个操守 那当然 这就是像人谁 陈丹青说的那个吗 中国现在没有上流社会 只有上级社会 对 你我跟你说 真正这个这个上流 如果有个上流社会 有个所谓名流社会 是教养会比一般家庭好得多的 你看这个英国贵族家庭 是吧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能源危机 粮食溃宝 领土争夺 经济制衡 军事对垒 势力的交集点 问题的灵界点 战略专家为您另寻绝境出路 从你通盘布局 借各国博弈之谜 借全球策略之后 红花狼环宇大战略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央台 岭南文化 是中华民族 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与我们一起深入此地 构筑最真实的岭南印象吧 印象岭南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央台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你比如说像这些贵 所谓的贵 权贵子弟 我觉得跟古代最不一样的方式 古代的时候 这个圈 他们圈里面会有某些标准 就是平常在一块玩什么 弹什么 干些什么 懂这个鸟笼 懂这个花瓶 还不只懂这笔说 多多少少书画 琴棋 你得会一样 民国四大公子 什么人呢 张伯鞠啊 是吧 那是你讲的精华 那今天也有精华 这些精华 现在都到大国企 去掌权了 对对对 我们在讲的 那个任何都有不同的层次 但是他们会上有后者 下面的人就得跟着 像普星渝 王子 写字写得好 下头一般人 就想跟着 想要怎么样 其实以前就很常见 而且你现在这些权贵子弟 他可能知道很多名牌 他也消费的 我也见过 十一二岁 讲起什么法拉利 讲起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 什么型号 熟了一塌糊涂 但这个呢 并不是教养 你比如说像英国王室 他们也很有钱 查理斯王室 他穿那个皮鞋 是世界上最贵的皮鞋 是John Law 但教养在什么地方呢 并不是因为他穿得起 或者很熟悉 这个款子的皮鞋 而是因为他那双鞋 他穿了四十年 没有变过 就同样的一双鞋 他保养的很好 教养是这个部分 而不是那个部分 这是有教养的人 穿鞋 搅在鞋里边 呆着都老老实实的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而且这个 咱们一开始说 李双江算不算全贵 不能说 他是 现在出来的词 叫星二代 我准确的说 他是红星二代 这种人呢 很特别 你比如说 你注意我们介绍 新闻网站 介绍他的字眼 你会不会介绍他 叫歌星呢 没有人叫他歌星 这种人叫什么 叫歌唱家 歌唱家 他是另一种地位 他就跟你刚才 那也是完全不同 但因为他又不是周小燕 他们那种音乐学乐的 那种歌唱家 他们又不是 他就是红歌的 就是唱红歌出来 是属于某种官方的 意识形态 文化系统的 一个代表人物 所以现在大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也在发现 就是观众化